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我们说女人在现在社会需要经济独立才算好 有些女人财运很不错 那么老公孩子也能够跟着沾光 现实中很多这种例子是女强人 下面我们从首相的特点去了解一下 最不缺钱花的女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掌心红润皮肤光泽 如果是女人的掌心红润 并且有细腻有光泽的皮肤 说明这样的人是有很好的气色 所以说会有着健康的身体 自然会充满的活力 在生活当中一个人最重要的是 拥有好的气色和充沛的精力 这样的话自然会迎来好的运气 所以说根本就不担忧工作的问题 因此如果一个人会有着细腻的皮肤 再加上比较红润的 这种气色的话 不会经常劳度奔波 而且会经常干粗活 重活的话 肯定不会拥有这种细腻的皮肤 对这样的首相特点女人来讲 自然是清闲又有钱 这个是长期的运势决定的 五指并拢之后 整齐方正而且排列非常的有序 那么如果是女人五指并拢之后 整齐方正排列 说明这种女人是生活当中善于理财 同时也懂得过日子 一般来说 这种特点的女人能够利用自己细腻的心思 去做事情 具备周详的计划 而且因为自身具备了一些风险意识和前瞻性 所以说肯定不会去盲目花钱 而且对于五指排序该长的长 中指长 这个无名指也比较长 小指也比较长 这种 这个手指长 手掌短 这个龙肠虎短 这样的话 就容易啊 出现一种什么呢 主刺分明 我们说中指要一定要最长 代表自己形成这个均层相左的格局 主刺分明 因此呢 不管在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啊 都会有很好的安排 分清主刺 也不会出现这种乱糟糟的情况 这主要是讲的这个手型特点啊 还有就是什么呢 方方尖尖 内短外长四竹筒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手指啊 这个 指甲方方尖尖的 那么而且呢 手指啊 像竹节筒那样 这种形状 说明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该粗的粗 该细的细 那么 食指尖尖呢 我们说指头要尖 是这个手指根部呢 这个 这块区域呢 要粗 形成跟这个竹笋一样 竹笋一样 那么在手上学当中啊 一般男人的手啊 指甲需要方正 最好是像这个 长方形或者椭圆形那样 女人的指甲呢 实际上要尖尖 尖起来 而手指 这个 不起节最好 就是说骨节不要太突出 这样的手向特点 女人呢 自然会拥有很好的 钱财的运势 手掌四方皮 这个皮肤啊 这个皮滑肉厚 这个软如丝绵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摊开手掌啊 跟这个 这个皮肤比较滑啊 而且呢 瘦肉比较厚啊 软绵绵的 握起来有温度啊 说明这样的女人呢 是比较什么 富态 有钱啊 也就是说女人 手掌啊 就像这个刀切的豆腐那样 这个方方正正的形状啊 手心有肉 周边隆起 加上这个 有 这个滑嫩滑嫩的皮肤的话 一般的话 对这种 手相特点女人 都属于这种 比较有富态的 比较属于这个 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甚至一辈子都不会 为了钱财的问题 担忧 实现财务自由 好了 有关这个 从手指的形态 来看 色泽 这一期呢 并没有讲文理啊 那么 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使用八字手相面向 风水方面的混合 可以关注 同名的公众号 我们下期 再见